拆分个技术要点解锁这些流行蛋糕装饰密码 哈喽大家好,我是你们的小焦老师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透明翻的制作技巧 首先把春卷皮整个浸泡到淡颜色的水中 然后取出放在硅胶垫上 按照需求整理形状 用夹子定型晾干 也可以根据需要裁切春卷皮 然后直接用毛笔给春卷皮刷水 稍微放一下,不那么软的时候再整理形状 定型晾干,小花花更加简单 先用喷雾软化春卷皮采切出花形 放入淡颜色的水中,取出定型晾干即可 现在我们的配件就都做好了 最后,在事先准备好的蛋糕上插上透明翻 粘上小花花,点缀小珠子 刷上金边,一个漂亮的硬丝蛋糕就完成了 是不是超级简单呢 如果你结了自新视频对你有用,麻烦点个赞 或者你有什么与蛋糕装饰相关的技术难点 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,我们会为你解答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